Hello,大家好,我叫任一芳 我今年28岁,毕业于巴黎政治大学 现在就职于毕马威 职位是并购的经理 我本科是就读于巴黎政治大学 我本科期间创办了一个书法社 让这些外国同学也喜欢上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 创办了Club Sheen 巴正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就有机会接触到了国内的一家NGO组织 做了一场青年相关的气候峰会 带着很多中国的青年也走进了联合国会场 发出了中国年轻人的声音来展现 中国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大国 也在截探减排上面做出很多贡献 第三年的时候是选择去美国进行一个交换 美国可能是更有一种商业氛围 回来以后选的就是Finance and Strategy 金融与策略这样的研究生的专业 实习是在法国币马威 帮助企业在买卖当中 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的金融建议 确实工作当中有一些项目 还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们帮助高盛收购了B&B酒店集团 当你一个月以后在报纸上看到 就会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我最开始骑马 那年我只有15岁 我所交换的地方叫Alderbo 奥尔登堡 所以从那边开始 我就接触到所谓欧洲的那种 传统意义中的高头大马 看上去非常酷 如果它接纳了你以后 它会喜欢依偎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蹭一蹭 看看你有没有藏一个苹果胡萝卜 马非常敏感 它可以感受到你的紧张 你的愤怒 那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被支配者 你和马之间其实是相有一个较量的 尤其初学者可能你害怕 那马就说 哦 这个人他害怕 那要不我搞搞他试试 反正他也降服不了我 成熟的骑手 可能大概一两个小动作 腿部的力量 手部恰到好处 马就知道 哦 这个人不好惹 我不要搞他 这种无缘的较量 争出一个我们谁听谁的 谁高谁低 然后之后呢 一旦马听你的以后 它就会进入工作的状态 当你第一次学会能让马停 你会觉得 哦 我和马已经能有一定程度的配合 开始学跑步的时候 这种风吹在你脸上 但是和你去骑机车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和你配合的 它是一个动物 它是有感情有灵性的 二心合一 比如说我脑子里想 我下一步要跑步了 我手上脚上没有做任何动作 可能就那么一瞬间 我身体的微微微动作 可能他就会感知到 他就会开始跑步这个动作 给马喂马糖果 不能喂太多 不然人一走过必须要给 不给就是你不对 就像人一样 可能在巴黎只能住小studio 那么你来到这边呢 就可以住大平层 每个马每天都可以出来放风一次 田野里撒花 就比较开心 这样工作才有动力 很有镜头感 然后镜头在哪里 马的名字基本都是 他出生的时候就骑好了 叫Ebiza 五位数 但是不算贵 小小的五位数 他自己也玩那个门 然后把自己下了 为什么马会踢人 因为他看不见 他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他会害怕 不要从他正后面接近马 从侧面一点 他能看见你就好了 学习马术是一个很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法国的马场 他会从零开始教你 当你漫步已经比较完美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auto 轻快步 这个过程中要学习很久 一般一个巴黎的马术俱乐部 可能要一年的时间 每周上一次课 才可以在年末的时候 学到跑步 gallow这个动作 对我来说 马术是一个很漫长 甚至稍微有点枯燥的过程 国内的马术跟法国这边不太一样 法国这边是一个大课的形式 我们有成立一个马术俱乐部 Brave Night Club 勇敢的骑士 简称BKC 宗旨就是帮着我们 在法国的中国骑手 学习马术 就是异国他乡 很治愈跟马而沟通的地方 从两个月中 我们工作跟BKC 一个专业的专业 中国的奖励 从0到0到7 我们可以接受 让他们进行 2020年9月份 正式在巴黎的警察局注册以后 发展到今天 仅有400多名骑手了 两三百人是从我们这里 零基础开始学习马 马上还会有六七位同学 一起去比赛 我们俱乐部在2021年 办了第一届BKC马术邀请赛 中法有一杯 那就在我身后这个场地 我们这边也联系到了 法国的奥运骑手 国内年轻小骑手 或者是马场的教练们 我们希望能帮他们 做到这个桥梁 确实如果你要同时 做这几方面 不是很相关的事情的话 是要花费蛮多的精力的 其中小诀窍就在于 你要把每部分的时间 固定下来 比如说我可能 把和马场沟通的事情 集中放在某一天两天 或者是一定的时间段 只要有一定的小目标 和一些小规划 就可以去把你小的事情 做出来 面对很多的第一次 如何去面对这种 未知和恐惧 可能是起码会 交给我们的事情 要求人去冷静 思考 然后做出明确的反应 不求一定要做到第一 但求内心无憾无愧 向上很积极 然后永远在 找更多的可能性 越告诉自己 哎呦 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去做 或者对我来说 是一种痛苦 那你是很难把自己 推向一个 比较高的水平 如果你说 这个工作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挑战 你把它视为一个 我学习新鲜东西 一个过程的话 你就会觉得 或者是这样这样的方法 去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紧张 那你首先要做到的 直面你内心的恐惧 来告诉自己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可以做到 如果很热爱一件事情 而去做的话 那不管这个挑战有多难 可能都是相对容易克服的 因为你真的喜欢 谷爱玲 她每次做新动作的时候 她其实反而是那种 害怕 不确定性 给她带来的这种兴奋感 我觉得人如果能 一直愿意去接受挑战 然后能有这种兴奋感 那可能人是不会老 全时候跳过来 我必须去掉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